同样间隔的21楼 进来又有少少圆光位 这里就放了一张圆桌 好骨子 还有做了一个吊灯 你见到不压抑 当然你不会整个人坑过去 会头穿 这里就放了沙发 一个电视柜 看出去就开景 这间就是21楼 楼层比较低一点 但都过了前面的旧楼 望到开景 在前面就是一个 生业的四字楼红瓣 景观其实挺漂亮的 比较幽静一点 然后这里也有个楼台 楼台就不开了 L型的厨柜 都很耐力 没用过 名厨 雪柜 上面还有一些储物柜 基本上就很高的 这些高楼底 你有个好处就住得舒服 还有你可以在角楼做两层 浴室 发展商就放了一些杂物 其实跟我们之前看过的那间是一样的 这间就是睡房 刚才那间是一个衣帽间 和一间客房 这里就放了架子 你可以见到 做起来其实很英俊 这边就是图房前计 都是大床 现在做衣柜 一个L型的转角桌 看的景观都相当好 漂亮的 楼底又高 其实我自己做 应该会做角楼 比我顺利 放一张床 因为香港地产是贵的 最后就看了主人浴室 看到不失礼 云石面专装 然后有些漂亮的结局 还有有窗 这间就会再便宜 有机会买到 你觉得这样的单位 正不值? 留言告诉我 它有个住客专属的apps 然后有得看设计 设计 有个游戏 有个游戏 还有屋苑的通告 整个东西都挺高科技 宝贝 主席 有个游戏 runw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